朋友们今天讲一下原魔 就是原神里边的怪物 我看到有个视频 讲了漂浮灵的机制的改动 大家呢在里边 对飘化了家人表示的亲切的问候 可见大家对漂浮灵深恶痛绝 整个提瓦特里 漂浮灵说第二 没人敢的说第一 我都提瓦特的疯神了 吹不动几个漂浮灵 我严重怀疑当时天理带着七神 去打采瑞亚的时候 是被几个漂浮灵给摆平了 我们知道原神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玩法 就是元素反应嘛 一下整容来六个元素的漂浮灵 都出来了 真的好上天了 无像炎里边是怎么说的 无像炎元素 是整个大陆里边 最贵最重的元素 那炎史莱姆说 我也是炎元素 我能上天 生生的把自己制定的这些机制 全部打散 就像温迪和钟离这样的角色 推出来一个的 漂浮灵 另外一个的流血狗 就是为了抑制 之前过于强的角色 为了推出新角色 长期来看 我觉得非常影响游戏性 和玩家的趣味性 就是一个杀鸡取卵的行为 之前原神的怪物设计 还是蛮好的 尤其是草史莱姆 遇到火 它会点燃 遇到水呢 它会增值 怪物和环境之间 是有互动的 但现在呢 你打你的怪咋怪了 游戏体验 直线降低 原神里边最恶心的三个怪 第一就是漂浮灵 第二就是流血狗 第三就是深海龙溪 它们跟环境之间 那是一点屁用都没有 一个火漂浮灵 你能在水上面 血浆油厚 爆出来的东西 那么点 最近还有人问我 该语到底是带破膜之功呢 还是带赤座斩岩呢 朋友带破膜吧 你看赤座斩岩的那个介绍 攻击怪物的弱点 到期的怪还有弱点吗 讲了这么多 我真的是觉得 原神的985策划文 应该改了 我们大家经常说 原神的美术做得很好 原神的音乐做得很好 但原神的怪物 你得真的向塞尔达 好好学习一下 毕竟呢 作为火产游戏 成功出海的一个案例 我们大家都是希望 它能走得更远的